走马上任不过一个多月 英国新首相特拉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刚赶走前首相约翰逊的保守党 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再换个首相了 不久前特拉斯刚刚在内外压力下 就自己提出的激进减税政策 做出耻辱性让步 放弃取消45%最高所得税税率的计划 不过迎接他的不是赞赏 而是媒体一片骂声 声称政府招令膝盖简直耻辱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刚赶转的特拉斯态度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强硬的表示要坚持根据收入增长 同步提高福利支出 啥意思呢 被迫放弃给富人减税的特拉斯 还是不愿意立即提高福利支出帮助穷人 其实特拉斯秉持的还是新自由主义那一套 社会资源就不该倾斜给穷人 政府应该把资源投给社会做更多贡献的富人上 富人积累的财富多了 就可以象征性的云出来一点施舍穷人 如今英国日子不好过 特拉斯就认为他更应该把有限的资源向富人倾斜 不过这种激进的观点在保守岛内部并不受欢迎 其实经济大环境好的时候 新自由主义这一套确实能够收获大量选民的心 因为欧美发达国家整体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中产阶级占据社会主流 他们自然不愿意将自己手里的钱拿出来 投入到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的社会福利上 但是在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之下 除了最富有的那批人 其实大量中产阶级过的日子也是朝不保夕 说不定哪天也沦落为穷人了 因此他们也希望政府加大福利支出 帮自己渡过难关 正因为如此 保守岛内部希望特拉斯执行约翰逊定下的政策 根据通货膨胀提高福利金 如果通货膨胀加剧 英国政府就拿出更多的钱投入到福利制度上 这符合西方的选票逻辑 但问题是特拉斯已经被批过一次耻辱性让步 他想接这次拉扯重立个人权威 不过他低估了保守党人的危机意识 最新的民调显示 英国工党以47%的支持率领先保守党21个百分点 特拉斯本人的支持率也惨不忍睹 64%的人都不认可特拉斯的工作表现 53%的人干脆就认为特拉斯应该辞职 同时民调显示 英国人民对特拉斯的好感度是负47 刷新历史最差记录 民调结果如此之差 保守党内部自然也就对这位新首相失去了敬畏 保守党内部就认为 特拉斯根本没有反抗他们的资本 这事没得商量 更关键的是 保守党人担心 如果让特拉斯继续乱来 两年后的大选 其执政地位恐将不保 已经有保守党议员发出威胁 如果特拉斯坚持他的福利支出政策 那么他们将启动罢免程序 压力山大的特拉斯正在考虑再次妥协 如果二次妥协 特拉斯作为首相的权威将丧失殆尽 即使他通过让步继续留在首相位上 恐怕也难以服众了 一番挣扎后黯然下台 或将是特拉斯的最后归宿 而他极有可能成为60年来英国最短命的首相 期待